你好 欢迎收看11月28号大华联地方新闻 我是陆宇贵 华联县消防局及华联县卫生局 28号上午在万荣乡的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 共同举办了建走活动 县长徐正蔚还有副县长严新章都一起和乡亲们 漫步在优美的树林步道当中 享受大自然芬多金的洗礼 华联县消防局及华联县卫生局 28号上午在万荣乡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 共同举办2020花联万荣建走活动 现在许正蔚与副县长严新章等贵宾 一同与乡亲帮扑在优美的树林步道之间 享受大自然跟多金的洗礼 现在许正蔚表示 今年花联县政府办理最圆满的爱联花联建走活动 就在万荣林田山 花联政府在安排每一次的建走活动 都会规划不同的建走路线 就是希望花联县相信可以多多欣赏花联不同的景色 而在每一次的建走活动当中 每次都会看到乡亲一同来参与 心中主的感谢无耻的感佩 希望大家能够维持好运动习惯 天同运动天天开心 这两年我们不断的在跟我们地方 做一些沟通协调还有座谈 所以在这两年也培训了我们地方的导览员 还有我们的解说员 为了就是希望从国外或者外县市的朋友 来到林田山的时候来知道我们林田山的风华 那花联县政府在这边也有我们的消防分队 跟我们在这一次看到消防分队旁边有个高梯塔 那是一个我们的这个我们在训练的一个基地 有我们林田山的林田文化 还有马克莫里克萨卡的文化 这是一个丰富的文化鼎印的地方 尤其是这又是在这个中央山脉的山路下 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风景 而且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希望让林田山的风华再现 进入路线从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往合体方向前进 经过万龙国小道万龙乡公所折返 继续往万龙卫生所及万龙消防分队前进 到重点站林田山林业园区 全场约4公里 沿途绕行紧致迷人的万龙乡间小道 可饱饱乡村的风景 沐浴在大自然的粉浓清当中 享受热火花莲 接着请问万龙乡报道